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配人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來把前面的這個題目來練習練習 這是上一集 忘了解 就在檢討做一點 來看一下 數件上在X與80之間插入12個數字 所以我們上一集有教大家說X跟 X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X到底比80前面還是比80後面 但是沒有關係先測試看 反正這個數字本身 這個畫法本身不是挺重要的 插入12個數字 那這12個數字的總和是840 這裡和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12個數字的總和是840 所以它的那個等差中向 是840除以12 是70 所以這裡其實是70 那這是80 中向是70 X是60 從300到1000之中 背9除了之後會餘2的數字 那這個 9除300就不會整除了 9除300不會整除 它要除多少呢 這個 我們前面有學過 9的倍數合起來是9 所以300不會整除的話 到306就會整除了 可以嗎 所以 被9除了會整除 被9除了會整除 糟糕 他是問餘2 這個整除 這個餘 餘1 到306整除 所以前一個會整除的是 297 所以前一個會整除的是297 所以前一次餘2是餘在299 可以嗎 那所以到被9除會整除在300以後的話 第一個其實是 要再過來 也就是說到308 這是第一個 OK 然後 到1000 它最後一個被9除會整除的話是 這個999 可是它也不是會整除 它是要餘2 因為下一個餘2是到1001 這個不能要 所以就往前求 好 -7是992 所以說它要的是299之後到992 那你會發現我被9除會餘2的數字是每9個有一個 就是你前一次餘2 餘2之後加9又餘2 加9又被9除又餘2 所以它是一個等差中項 這是首項 這是末項 公差是9 那我們來求像素 所以這個像素會是 這個 992減掉299 992如果減300次 就是剩下692 再加1是693 所以它總共是693 會去除9 也就是7 7 除出來77 77的話要注意這個是間隔 它頭尾都算的 所以總共其實有78項 所以299加992乘以78除以2 這就是它的總結 我就不算了 來 這個 來看這邊 第38項是13 3 那第69 加到全部69項是0 我們看到這個 加到69項是0的話 就可以推論 69加1 除2 第35項其實是0 可以嗎 那第38項是13 第35項是0 所以其實到後面會加上去 所以其實這個 公差是正的 好 首項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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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69 如果它去除以2的話 是34.5 那你就會發現其實它 比35還要前面一項 還要前面一點點 所以是負的 因為它到後面才是正的 這個是負的 所以要填小魚 第二項加68 這兩個合起來就70 除2 35 跟第35項比起來 就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第35項 等於 應該說兩倍的 第35項 那就是0 那麼第三十項呢 第三十項本身我們說 它的公差是正的 35是0 後面會正的 那前面其實是負的 就是這個問題 不知道上一集你有沒有做對呢 來看這裡 之前的作業 S7是 2 S9是根號 S7是根號2 S9是根號39 公差 感覺好像很難 但是其實也沒有 你只要掌握到等差中向的話 S7 它的等差中向就是第四項 7加1除2 那所以其實 因為你會發現這兩個 這兩個級數差兩項 差兩項 我們在求這個等差中向說會除2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的等差中向 是差一項 所以S4的話 S7的等差中向是A4 A4是7分之更好2 所以公差就是 A5-A4 也就是 9分之更好3 減7分之更好2 這個算出來是負的 應該吧 對啊 不確定 無所謂 來我們來看這一集 這個 第三項是15 第七項是9 請問加到第幾項的時候會變成負的 那這個我們要從 這個等差級數的根本上的公式來去算 第三項是15 第七項是9 所以中間差4項 差4項的話 差了9-15是-6 4個D4-6 先寫這樣 A7-A3等於4D等於9-5-6 所以其實D是負的2分之3 對嗎 D是負的2分之3 所以兩個D其實是負3 兩個D是負3的話 所以其實A1就是A3-2D 他在負3等於再加3 所以48 那所以這個等差級數 因為你 這一題 因為你不知道加到第幾項 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因為會有這種不知道要到第幾項的問題 所以就會出現等差級數的第二條公式 2A1加上N-D 乘以向數除以2 除以2就起來在這裡 這樣子 那於是他就會是 36加上N-D 那D是負2分之3 所以是 減掉負2分之3 減2分之3 個N 然後再加2分之3 所以它就会是这个 二分之 36乘二是72 75 减3n 好 然后乘上二分之 四分之 75n减3n平方 它说要到第几项的时候会是负的 留意一下我们的公差是负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求到第几项是0 然后再往下走 就会到负的 所以让它等于0 等于0的话我就可以同乘4 而且我还可以同除3呢 所以我就会得到25n n-n平方 那n等于0或者是25 但是它又是问死为负数 这个是到0 所以答案是26 这样可以吗 好 好 好 那我们上一集介绍了这个 这个 给送党 党真的开端 扑义一个非常无聊的议题 就是到底阴忠可不可以把他自己的爸爸叫爸爸 还是要把他自己的爸爸叫伯伯 那自从有了扑义之后 于是这个朝野就习惯性斗争 习惯性斗争呢 到了英宗他到后来他是传位给神宗 神宗是他儿子 到他传位给他神宗的时候呢 神宗就使用了这个 引用了王安石推行新政 那我们在这里介绍王安石这个人 王安石呢 他其实有点像我们前面介绍过的这个王莽 就是他对事情是有想法的 他对这个治理这个国家是有想法的 王莽他想要改革避震 他想要重新丈量土地 或者是这个改革税负制度 但是王安石也是一样 只不过王莽的做法非常的粗糙 王安石的做法相对之下是很有条理的 那我们在这一集呢 介绍他的这个自治三师条理师 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这个用一个一言以蔽之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维员会 什么意思呢 一个国家 他皇帝不可能直接去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皇帝底下一定会有 各部会 像现在也是嘛 总统底下 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底下有各部会 那 这些部会久了之后 一代一代的一直传 久了之后呢 他们自己会有自己的制度 然后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有的时候当皇帝有一套新想法 比如说像现在王安石 他得到皇帝的支持 他要变法 他的这套新想法呢 他会发现他要推行的时候 这些部会都不愿意配合 都不愿意配合 他就觉得说 那我还养你们干嘛 不是我是皇帝吗 不是我才是说了算了的人吗 于是他就会有这个所谓 我们叫做黑机关 或叫做体制外的机关 他就会去成立一个体制外的机关 所谓自治三师条历师 就是原本在宋朝最大的 主要是三个部门 那这三个部门在皇帝 也就是接受皇帝命令的王安石 他要推行行政政的时候不配合 不配合那于是王安石就生气了 他就生气了 他就去在这三个机关上面 各自成立了三个委员会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改革这三个机关 既然我要改革这三个机关 当然不会让你们自己改革自己 谁会说自己不好呢 所以我另外 我另外成立三个委员会 讲好听一点 这三个委员会 我就会说 比如说假设 有行政院好了 我就成立一个行政委员会 那我会说 行政委员会只是在思考 怎么改革行政部门而已 他没有要去做行政院要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行政院 就不会反弹的很大 也就是说 我不是来抢你的工作的 我只是在想 要怎么让你们的工作 更符合我们的新制度嘛 不要紧张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有的时候看到报纸会看到那种名字 就是太上皇机关 太上皇 就是实际上这一些体制外的机关 往往因为他就是得到皇帝的支持 所以往往他具有最大的权力 那行政部门他的什么决策 他都要变成要得到他的允许 他都会插手去管理 他就说不行你这样做不对 你应该要怎么做 久而久之如果 这个新法有成功的推行的话 那么久而久之 这三个部门就会实际上的超越了原本的这三个部门 成为新的 新的这个组织的这个领导者 那这三个原本的部门呢 就会流于这个行政化 就是他们变成是 只是办事不决策 而是由新的这些体制外的机关做决策 这个在历朝历代包括在现代都会有 就是当政府他想要做一项改革的时候 他会觉得原本的公务人员僵化 不愿意配合改革 所以他就会在原本的公务人员的系统上面 再设置一个改革委员会 那这个改革委员会他就负责改革 但是讲是讲负责改革 实际上最后全部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由他们在决定的 而原本的部门就变成纯粹是跑腿的 做公文的出去外面做事情的 那决策就变成是这些新的体制外机关 那我们就称为体制外机关的内部化 他们就会变成是新的机关 那于是久了之后 下一任的皇帝 在下一任的皇帝 他又想要改革 他又觉得不好用 他就会在外面再设置新的体制外的机关 那这个必须要说 听起来有一点点 就是你知道全谋斗争或什么样 但是这个是非常常见 他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 是为了要让改革加速的进行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全谋斗争 那说到这个 这个我们上次有介绍到宋朝的人 自从仆仪之后就开始喜欢斗来斗去 王安石变法一出来就有许多的人反对 那许多的人反对呢 他们就说你不应该随便改革之前皇帝的规矩 你不应该随便改革宋代皇帝的规矩 你这样子做就等于是否定你的爸爸 你这样做就等于批判你的爷爷 那这些都是不对的 王安石呢 王安石就知道有的人会用这个古啊 我们应该要寻古法寻古理 这些制度都有他的道理 不可以乱改 他就知道有人会这样讲 那他就跟王莽一样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他就说了 我虽然不是遵循前一任皇帝的做法 我虽然不是遵循我们前前一任皇帝的做法 我不仿 不仿前朝 虽然我不学前朝 但是呢怎么样呢 我是崇尚上古时代的皇帝 他跟王莽都有这种诡异的路线 就是说我学的不是前朝的做法 我学的是更以前更以前更以前的做法 所以我不是不去学圣贤之道 只是我不去学我老师的 我直接跟孔子学 我直接跟孟子学 那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点 沉寂我们前面讲到宋代的理学 宋代的理学就充满了这种想法 就是说 整个如数思想一路延伸下来 越走越歪 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研究 以前人的书写了什么 那都是烂的 我们应该直接去看孔子写了什么 看孟子写了什么 去想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王安石的 他其实也是如学复兴运动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文人 所以他的想法 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 就是他就想说我不学前一代 我要去直接跟古人学 但是这个只是说法而已 实际上他自己心里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我要怎么改 他已经有一种想法 但是结果这个新政推出来 就因为我觉得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朝野的党争 斗争的气氛已经出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的确你这样子改 我们前面讲你用体制外的机关 要来取代他 那这里面的人一定都抗争嘛 对不对 那你自己开了一个新做法 那你要新做法要推行 你一定要说旧的做法不好啊 所以那些支持旧做法的人 就会跟你对立 于是从王安石推行新政开始 虽然那个时候王安石是全面得势的 但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就等于是揭开了这个新旧党争的序幕 当时还不算很真的很凶 应该说有名的人 当时都还没有大规模大规模的搅进去 因为王安石的势力很庞大 他得到神宗的权力的支持 但是这个故事从神宗失势 事实上就是他挂掉之后就不是词了 那么我们今天课上到这里 这是我们的作业 下集待需 有一些有趣的数字计算的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想想如何做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